现在这个年头物质生活爆棚 就算结婚了 那一直婚贫也代表不了什么 保证不了什么 每当姐妹们谈及 当今社会 婚姻状态 随随随又离婚了 随随随又出轨了 张婷都有些不以为然 张婷在家里像公主一样 老公是一个非常体贴入微的人 家务活基本上都是老公做的 就连每个月的生理期 老公都会准备好红糖水 周围的姐妹们都羡慕张婷 提醒张婷不要太拼命地工作 也要照顾一点家 把老公牢牢地绑住 张婷都笑着说 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有外遇了 我家的老公是绝对不会有的 可是往往认为不会出轨的男人 却偏偏地出了轨 在老公生日的那天 张婷早早地下了班 特意地去买了蛋糕 想给老公一个惊喜 可是刚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老远地就发现了老公的身影 张婷跟在老公后面 想给老公一个突然的惊喜 没想到惊喜变惊吓 她却发现老公并不是往家里的方向走去 而是拐了一个弯 进了另外一个小区 张婷悄悄地跟了上去 隔着房门 张婷清晰地听到屋里传出来 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这些在你身上我都找不到 我也不想伤害你 但是我真的爱她 我又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张婷的脑子一片空白 她不相信 那么深爱着自己的老公 现在嘴里面口口声声地 说着爱别人 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这样的例子 在当今社会多得让人难以置信 到底什么才是真爱 难以双方 不是因为爱才牵手的吗 难道结婚以后 多年的相濡以沫 不能证明那是真爱吗 难道只有年轻的面孔 新鲜的身体 一时的荷尔蒙冲动 就是所谓的真爱吗 太多太多的人 把一时的荷尔蒙冲动 当作是真爱 他们认为 那一子婚约 对于他们来说 是束缚 是阻碍他们 是他们追求真爱 道路上的绊脚石 是枷锁 于是他们抛弃了 责任和道德 拼命地挣扎 想摆脱婚姻的束缚 去追逐所谓的真爱 以至于跑得越来越远 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再也找不到 当初的那份单纯 朋友们 不要以为 在你飞黄腾达的时候 陪你在床上 逢场做戏的女子 就是所谓的真爱 不要认为 生理上的冲动 就是真爱 那只代表着肉鱼 只有和你一起 经历过岁月的沉淀 愿意在你生病 在你事业低谷的时候 陪伴着你的人 才是所谓的真爱 只有默默地等你下班 无论你工作多晚 都为你准备一桌 热腾腾的饭菜的人 才是你的真爱 在你的人生低谷期 不离不弃 支撑着整个家庭的人 才是真爱 虽然它没有年轻时候的美丽 虽然它脸上留下了痕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